大卫为什么不怕 大卫为什么不怕 道生出版社出版 我想知道 系列四 出来跟我决斗 怎么了 你们都怕了 不成 哥利亚的嘲笑声 传遍整个山谷 以色列的士兵们 全都吓死了 因为哥利亚身高 270公分 穿着厚重的盔甲 还带着巨大的毛 每一天 哥利亚都向以色列人叫骂 如果我赢了 你们全都要成为我的奴隶 但如果你们赢了 我们就当你们的奴隶 大卫的哥哥们 也在以色列的军队里当兵 当大卫来找他的哥哥时 他看见了哥利亚 也听到他的叫骂声 那个巨人是谁呀 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叫骂呢 大卫问说 我一定要出去 亲自和他决斗 士兵们说 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这怎么行呢 但大卫回答说 上帝会保护我 当我为我父亲看羊时 如果有狮子或熊来抓羊 我就追赶他们 把狮子和熊打死 然后把羊救出来 这个巨人的下场 也会和他们一样 谁叫他辱骂永生上帝的军队 大卫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头 手中拿着甩石的鸡弦 向着巨人跑去 当哥利亚看到这个牧羊的孩子 走上来时 他笑得更响亮了 整个山谷都回荡着他的笑声 但大卫对他喊着说 你来是靠着刀枪羽毛 但我来是靠着上帝的名 他放了一个石头在鸡弦上 甩了几圈后 就把石头甩了出去 那石头正好打中了 哥利亚的额头 他就立刻向前倒下了 以色列的士兵都大声欢呼 因为大卫相信上帝 他就比所有的士兵更加勇敢 而且毫无惧怕 你知道有什么人 取笑那些爱上帝的人吗 故事中的哥利亚就是这样 你知道有什么人 对上帝的名不敬吗 上帝创造世界和所有的一切 上帝值得我们赞美 上帝给了我们生命 他值得我们敬拜 上帝是永生的上帝 他爱我们 他也值得我们爱他 向上帝承诺 你会永远赞美他 敬拜他 爱他 并且感谢他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级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赛摩尔基上 17章45节 从 köt fruits prend得到 ש そして 暖尔基它 在 并且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